大家好,我是苡萱,欢迎收看脑盲前意识 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要解析你在生活中常出现的心理错觉 还有你的理性与感性如何欺骗对方 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主题就是 禀赋效应 禀赋效应又称厌恶剥夺理论 它的英文是Endowment Effect 也就是说,在你拿到那个东西之前 你对那个东西的评价可能觉得还好而已 但是等你拥有那个东西以后 你就觉得那个东西特别有价值 这个现象也常常被用在经济学的分析上面 人们会因为禀赋效应的关系 所以在做决策的时候会产生一点偏见 比起追求利益,他们比较想要规避风险 所以当他在卖那个东西的时候 他开出的价钱会比原本那个东西的价值来得高 简单来说就是你拥有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觉得它超级贵重 这个贵不一定是指价钱上的贵 也不是因为你舍不得把它卖掉 所以才会开很高的价钱 而是你真心觉得那个东西的价值就是这么高 所以别人也应该跟你一样知道那个东西的价值有多高才对 这就是禀赋效应带来的心理盲点 认为全世界都要来跟他抢那个东西 或者是你在失去那个东西的时候 觉得那个东西的价值远比你拥有它的时候还要来得高 就算你还没有失去那个东西 你也会因此变得神经兮兮 让你无法享受你拥有的那个当下 我举个生活上常见的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女生非常喜欢一个男生 那男生是他的男生 所以他当然会非常的在乎 那因为他实在是太在乎了 所以让他自己变得非常没有安全感 在短短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里面 那个女生可以拨两次电话给男生 甚至让男生跟他视讯 证明他旁边没有其他的女孩子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以后 最后他们两个真的分手了 原因无他 只是因为这个女生真的太烦人了 拥有之前一切正常 拥有之后完全不一样 你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去维护那个拥有 可是却无法享受那个拥有的当下 这样不就本末导致了吗 《鲜水中与蝴蝶》的作者 多米尼克·鲍比 他原本是法国时尚杂志的总编辑 但是在某一年 因为中风而成为了植物人 在他左眼依然能扎动的情况下 一字一字的与有人一起写下这一本书 他对生命充满不舍 也在书中的最后一段写着 在宇宙中是否有一把钥匙 可以解开我的潜水中 有没有一列没有终结的地下田 哪一种强势货币 可以让我满回自由 然而这些愿望在实现之前 鲍比就过世了 鲍比用他的生命告诉我们要珍惜拥有 因为不知道哪一天就有可能会失去 一个人就算赚再多钱 要是他只守着那份拥有 而不去享受当下 我认为他未必比穷人富有 以上就是今天的脑茫浅意识 我们下次也会去访问其他人 问问他们对禀赋效应的想法 我是卓以轩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是卓以轩Jesse 女孩的心思只有女孩能懂 你还在相信那些假绅士 真渣男的恋爱技巧吗 跟你说恋爱其实是要从修心开始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除了订阅我的粉专 还有YouTube以外 Pressplay上面的爱情实验室专栏 也是你绝对不能错过的哦 感谢观看